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今天早上发生的这些事情 虽然我们坐在游览车里面 但是我们感动身受 神情爱奇带领车内其他艺人 一起为太鲁阁脱轨事故祷告 松一鸣当时透露 差一点就要搭乘事故列车 随着教会近期争议不断 黑历史也被翻出 搜出4月2号游览车时间以及乘客名单 身为昔日教友的资深记者王瑞玲 发问揭露松一鸣带艺人们作假见证 她说当时三月中演唱会 搭建舞台会在4月3号下午完成 王瑞玲4月2号和牧者 坐在同一班游览车上 说当天根本就没有要定 前往花莲泰鲁阁四二六次搬车 事情早就规划好 世人安排并非省安排 游览车不是Uber 随叫随右 我大概知道非你的想法 王瑞玲说加入教会两年来 担任过无数次私线同工一职 提到奉献金高达七位数 说每周需要奉献艾燕的费用 自己认领无数次 提到艾燕认领一次费用为四千元 换了新糖就提高五百元 说当初四千元的菜色是四菜一汤 主食不是炒饭炒面 就是炒米粉 有时还会只有几十碗 大肠鹅啊面馅加油饭 绝大部分都不够吃 痛批教会的费用都不知去向 黑幕被摊在阳光下 艺人们纷纷出面发声 因为信仰加入教会 知名购物专家张伟妮说 十二岁女儿一月才在教会受洗 没想到过了几天 就受到请求教由一家人 离开教会的命令 说考量协会的特殊性 及封闭性以及使命 必须要遗憾的请您和一家离开 张伟妮难过的说 没有给我们机会与时间 就这样做出审判 被抛弃还没给机会解释 只问牧师您的作为对自己 弟兄姐妹们上帝真的诚实了吗 张伟妮对此回应 今天工作比较紧凑 加上对方也要开记者会 就先看对方怎么说 再另行回复 计划新闻罗上张启云 台北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